那其實我也早就知道 那其實我也早就知道當兵的時間其實還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 那其實我早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的時間其實非常不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的時間非常不一定 所以我就有規劃了一個神奇的企劃 那就是我前陣子拍子 那當然我前 那我當然 那當然我知道 那我很早之前就已經 那我還沒畢業之前其實就已經規劃好了 就是當兵 那其實我畢業之前就其實 那其實我畢業之前就已經知道 當兵的時間非常不一定 所以我其實早就有規劃一個叫做免費拍攝企劃 那就是前面前 那其實我拍攝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時間其實應該是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應該就是時間非常不好拿捏 所以我就有規劃一個叫做免費拍攝企劃 所以我就有規劃一個叫做免費拍攝企劃 那今天稍微多講一些 那其實我 那我在六月 所以我其實 所以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時間非常不一定 所以我在六月多的時候就 所以我在六月多的時候就 那其實我 那其實拍攝 那其實我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的 時間非常不一定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的時間非常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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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其實在六月五六月的時候 就生出一支影片 叫做免費拍攝企劃 就是其實我就是想要 開心的讓大家有一個 就是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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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 當兵其實時間非常難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 當兵的時間非常不一定 所以我早在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 當兵的時間可能會不太一定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的時間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可能會時間不太一定 不好拿捏啦 所以我就在5月還是6月的時候就有拍一支影片 然後有一個神奇的企劃就是免費拍攝的企劃 那主要就是想要讓回饋社會的感覺吧 就是我人免費完全免費 就是我可以幫你製作 但是我們現在就要來說一些有一點失敗的地方了